埃及兩列火車南部相撞最少32人死亡,66人受傷 事故發生在索哈傑市附近,當時火車被不知名的人觸發後緊急殺車 蘇伊士運河的海上交通已連續第四天被封鎖 蘇伊士運河管理委員會前主席星期四說 運河將最長48至72小時內恢復交通 據一個政治犯門助組織說 自從緬甸2月1日政變以來最少有320人被殺 實際傷亡人數可能更高 中國宣布制裁多名英國個人和組織 指稱他們散布有關新疆的謊言和虛假訊息 中國此舉報復加拿大、美國、歐盟和英國對北京實施制裁 印度孟邁一間治療新冠病人的斯嘉醫院發生大火大約10人喪生 消防員仍然努力控制火勢,當局開始調查起火原因 民編 because of tha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